字幕提供 在Keylook 裡面 有一部分是說到 Waymo的無人駕駛車 在現場也有 放了幾格 Waymo的無人駕駛車出來 不過沒得試 只看的 看看真車是怎樣 我們 這一格 就是Waymo的 Jekka I-Pace 會見到 頭頂會有一塊 很大塊的黑色東西 這塊東西 裡面有鏡頭和感應器 在這裡 其實你見到 車身也還有 現在這個前輪 上高也有一個感應器 除了 這兩邊前輪的感應器 車頭也有一個感應器 接著就是車尾後面 也有一個感應器 標誌下面的白色感應器 至於頂頭這一塊 裡面有感應器和鏡頭 而下面白色這一塊 就是一些 控制著鏡頭和感應器的 一些 成品 而 駕駛的裏面 就用了 系統 用了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 方式 去感應到 周圍的 車的路面的情況 而去做到這個 譬如說 有車在前面 就會停止 這樣的動作 另外一輛 威毛的私家車 就是叫做 Criser Pacifica 是一輛比較大 的車 比剛才那輛私家車 少少的 就會見到 車頭有一個感應器 而 前輪的上高 也都是 左右角有一個感應器 看到這個感應器 更大 比剛才那輛 Jekka I-PACE 的少少 而車頂 也有一個 鏡頭 和感應器 的零件 在這裡 而 最後的感應器 就是 在 車尾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至於 車尾頂 這兩個 剛才的工作人員說 是雷達 可以看到車頂 是這樣的 那這一輛 就是 Criser Pacifica 除了兩個私家車之外 另外還有一輛 一些 貨車的拖頭 那當然這一輛 應該就 平時 就比較少用 在哪裏 那裡 這裏 剛才 可以看到 駛 這裏